HELLO 歡迎大家回到曲面實驗的頻道 我們這次介紹一個小技巧 一般我們都會遇到 比如說我有一些零件 我需要裝配螺絲 那我想要知道 我的螺絲跟這東西的 虛擬裝配的一個狀態 我們需要螺絲 那我在這裡 我先產生一個螺絲 我用了一個 產生螺絲的外掛 然後音質工智 然後 這裡我選M6 因為我當初這個孔位是M6 OK 內溜角 然後這個長度 我先用10 然後它就會花一點時間 就會生成一個 長度10 羅牙的部分 的一個內溜角螺絲 把它翻過來 然後從這個地方 我是這樣鎖上去 那你鎖上去你就會看到這個空隙 這樣 我就覺得 這個螺絲頭突出去了 那你就可以去變更你的設計 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介紹一個很特殊的小技巧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畫面的顯示 1比1 因為我們沒辦法真的畫出螺絲 或者是你沒有這個外掛 可是你有真實的螺絲 或者是你的螺絲尺寸跟樣式是你們的特殊規格 那怎麼辦 你就先把畫面縮放到1比1 然後把真的螺絲擺在你的螢幕上面 對齊一下 然後看一下它的感覺 所以那要怎麼設定1比1 這裡要去 這個視圖的這個地方 設定視圖在這裡 然後這裡是不是有一個1比1的圖案 你會發現1比1縮放跟右鍵是校正1比1 所以你按右鍵 它就跳出這裡一個1比1縮放校正 那你這個地方 要怎麼去校準它的長度呢 你在這個藍色的地方你用一把尺 那我是喜歡用游標卡尺 那我用游標卡尺量測這個藍色的部分 你就是拿一把尺量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這樣量一下這個的長度 那我這樣量起來是129.6 然後我就按確定 然後這時候我們按一下這個1比1 按一下 這個就是真實存在的1比1 所以你拿這個螺絲放在這個畫面 那你就可以知道我這螺絲頭有沒有突出去 或者是我這螺絲內埋的深度 大概是到什麼程度 這個1比1縮放是非常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在設計機構的時候特別好用 那每一個螢幕的大小量測起來的尺寸都不一樣 所以當你用了雙螢幕的人 你就固定在A螢幕 然後去設定這個1比1 然後如果你是固定在B螢幕畫圖 你就在B螢幕設定1比1 這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功能 好啦 那我們這次小技巧就介紹到這邊 一樣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掰掰